今晚开战吧 大牛哥 你跟嫂子感情这么好 还会吵架吗 开玩笑 人家都嘴唇两层皮 对 对不对 你讲话都会互相打架 更何况老婆相处三十年 一定会吵架的 但是 我就是有一天跟她吵架 吵完以后 她说我什么 我不了解她 怎么了 然后很生气地对我讲 我真是对牛弹琴 这样 那对啊 那这么生气 那你怎么哄她呢 我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为我弹一首 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对啊 好拼啊 最佳歌曲 对啊 对上最瞎老公 刚刚好而已 所以你们吵架呢 是会跟对方装不认识的 冷战团呢 还是不行 我就是爱讲道理 吵到吵半天的热吵天团呢 你属于哪一种 冷气团 欢迎收看 今晚开战吧 首先欢迎 冷战天团代表 欢迎 又吵天团代表 是 还有专家海胎熊 今天要讲了就是 自古以来大家就说了嘛 打是情 骂是爱 有时候感情是要越吵 才会越了解对方 才会越好 而且哪对情侣到底哪对夫妻 会不吵架 那些没在玩家 应该都是没在说话 对 所以首先要先来问问大家 你们同意冷战 会比热吵来得更不伤感情吗 当然是 冷战伤感情 三票 冷战绝对伤感情 一定要吵 不是 你们是这个冷战 比较不伤感情对不对 但某一种程度来讲也算对 是 因为没有感情哪来伤感情 对不对 我们这位是热情怒火 我们是活生生的 我们是活物啊 你们是冷血动物啊 你们是温体牛 对 你们真的不能 不能在干什么呢 我们吵架的时候当然是冷啊 已经不想吵了 然后冷战以后 你要热吵的时候再说嘛 可是你们 对... 可是你们都已经结婚三十几年 还会为事情吵架 还是比如说我有时候 就是偷喝一点酒 偷喝酒 我没有去偷吃 偷吃也是偷吃一些花生 我偷吃然后就被他骂 然后我们就继续回家 就不跟他讲话 我曾经冷战两三天 都不跟他讲话 真的啊 家里好像那种 熟悉的陌生人 陌生人一样 那冷战两三天 是什么样的一个 冷战其实有某种程度 像是冷暴力 是一个伤害人的 所以很不舒服啊 你两三天以后 你自己也会受不了 就马上就会跟老婆 因为床围合 床中间就合了 对啊 所以有时候这个冷战 赌气下场真的是 很难收尾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 最怕遇到哪一些 冷战的招徒 好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个女网友po文说 她跟男朋友吵架 冷战 结果她就忍不住问对方说 你什么都不跟我讲 难道要我用猜的吗 她男朋友居然回答她说 你要用心去感受 天哪 这段关系 还能继续下去吗 那我们根据今晚开 再把官方粉丝团 还有靠杯婚姻的 合作民调我们整理出来了 网友觉得呢 最强的冷战招数有哪些 我们来让大家来猜猜看 这边总共有五个 包括这种各种哭啊 各种假装 或者是放东西 放得很大力 然后拒绝沟通 已读不回或者是把对方 当成空气人一样不存在 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跟你讲 我跟我老婆结婚 第一天我就跟她讲 我说我们难免一定会吵架 但是再怎么吵架 绝对不能把离婚这两个字灌 对 真的 真的 成口舌之快 有时候一语成秤 对啊 所以这是热炒得不好啊 我们冷战多好啊 对啊 对不对 冷静 那你说你是结婚第一天跟她讲吗 结婚三十年后呢 所以我很后悔我当初讲的那种 对啊 乱讲 对啊 老婆最怕哪一种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怕 各种哭 男生是不是都很怕女生就很累 各种哭啊 马哥 我跟你讲艺术家 可以讲吗 可以 就我有运气很好 我的绘画的艺术呢 跟那个时尚界的大师 潘怡良有合作 对 对 所以已经有到东京时装周去 谢谢大家 我那时候去她工作的时候 我看到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会找她 不怕质感被她拉 喂 我那天还看经理讲说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大牛哥衣服 我讲说这怎么那么帅 她说潘怡良 对啊 你看到没有 那一段帮我剪预告出去 对啊 就帮我派怡良合作 东京时装周 所以马哥最怕的就是 潘怡良老师哭了 八十年 但我跟你讲我也怕哦 我就是我不喜欢那种 就是你怎么都不讲 然后冷战 我的大忌 所以我说你讲 说清楚 有情绪发出来 我们现在就解决它 所以有一次呢 我是干嘛 那次是我有一个群组 那群组当中 很多朋友会聊天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特别喜欢耶语我 我太太在群组里面 你知道那天我已经觉得说 我已经无法挡我朋友这样 然后我太太居然 一句声音都没有发 我就受不了 因为她就在我旁边 然后我就很深 我就说 我说你是我太太 有时候有些话不能我来讲 你看到你先生被别人这样弄 你为什么不出来 替我战声 我说如果是我话 我会对你怎样 我会为你两肋插刀 我会为你去骂对方 我会为你干嘛 你为什么这样 我说有一天 我会等到有一个人替我出气 他说好啊 你去找啊 然后我就更深 我说你这个人就这样 我就开始 就是无理由的 就开始情绪的自演骂骂骂 然后我就看我老婆在厨房 两行累就掉下来 当她掉下来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真的那个怒气都被焦袭 完全焦袭 米姐就转身去切洋葱了 她的哭对我来讲 是非常有力量的 然后我就后来没有什么 我就过去抱她 我说好对不起 不错 直接又在厨房 没有 没有 就在厨房切两床 对 把一些不必要的皮 都把它切掉 然后后来呢 我们礼拜天不是早上会有主日吗 那早上主日的时候 我们就是大家就是要很认真看主日 然后我老婆非常提醒我说 主日的时候 我们都把手机放下来 我们就好好听讲道 然后那天呢 为我们家是大萤幕 我用Apple TV 就是把手机传出去 把那个连结传出去 因为现在不能够实体聚会 然后我老婆旁边有个登山机 她戴着耳机在运动 她也在看 然后我就在看看 然后我就觉得 牧师今天讲道 我觉得我差不多 cash到 OK了 我就开始要处理我的事情 但我忘了 我的手机是拿去连结 Apple TV 送上去 我就拿起来之后 我就把它打开我的脸书 要看我的讯息 结果就跳出来 一跳出来之后 我老婆就 她戴耳机 她就很大声 你干嘛 为什么你不好好看那个呢 你看主日呢 你为什么要滑手机 我说拜托 我说我已经 牧师讲什么 我已经知道了 我只是在看一下而已 你在那边那么凶干嘛 可是那一次呢 我选择 赢人 我开着车子我就出去了 我跟你讲 我一路车子 开出我家车库之后 啪啪 油门一直踩 踩大概30公里的速度 啪啪啪 一直踩 越开越开越开 已经到基隆了 已经到基隆了 我到基隆之后 我想说天哪 我在干嘛 那你就吃个海鲜吧 对啊 我一跳口越上了 我整个路上面都在情绪当中 后来我装装说 其实也真的没什么 也真的不要吵 那我就准备就要回去 可是回去又很尴尬 为什么 因为出门的是我 我没有台阶嘛 我变成说我很糗嘛 你就说快日落 所以耶稣说我要回来 不然就买个海鲜 说你就是买个海鲜 就买个海鲜 就是买回来给你的 震惊说的要回来 你就只提醒他快日落了 我要回来咯 听到我记得 我的话 我是最害怕这种 二号 就是拒绝沟通 或是乙不不回 真的 因为很可怕 这个是代表什么 你这件事情 根本连解决都没有解决 所以那种热潮的人 他会一直问你 现在就讲清楚 你现在讲 对 他会一直传 对 问题是 我是要思考逻辑 哪一个先后顺序 要讲清楚 讲完之后你出来 不会伤人 不会伤到你 不会伤到我们的感觉 我才要讲完这件事 可是当下一直逼迫的时候 我们会受不了 然后会无法去 organize那个逻辑 那你就会离开吗 我就会离开 对 反正会放着想一下 我离开的原因是因为 我要想清楚 我该怎么传一个 让你荧幕了难 荧幕了难 荧幕了难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你看完就能够知道 我们到底在吵什么 对 可是因为当下 我会很没办法接受那种情绪 就像我之前曾经交过一个 就是很喜欢冷战的男朋友 之前就想说 有一家咖啡厅好像很不错 就说那我们骑假踏车去 我就骑着假踏车停红灯 我也是忘记跟他聊了一个什么 然后突然他就有点不开心 抱走 对 他就不开心 然后就不讲话了 然后一律灯 他就开始骑 就很快的速度一直清 然后我就想说 他一定是不开心了 但是他 你到底聊了什么 我真的忘了 因为我那时候的那个男朋友 是很容易我讲到什么 突然就会惹怒他的那种 然后他就一路一直骑 我就在后面狂追 一直追 骑到那边好不容易骑到了 他就看了我一下 他就说 我不吃了 就去走 我就傻眼 他要走的时候 我还拉住他 会不会他真的不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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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饿 他就是在生情 他要走的时候 我还拉住他 我说你干嘛这样 他说我不想讲 我现在就是没心情吃了 他就骑着驾车就走咯 然后我一个人才锁车锁到一半 我傻眼 后来就传讯给他 他也不回 以毒不回 对 以毒不 没有毒 他就是不毒不回 因为他在骑车啊 你不读 你不读 等一下 好准确喔 等一下 这是你以前交关男朋友 对 以前交关男朋友 会不会他在跟你冷战的同时 他骑车去找另外一个人玩 喂 你不要这么坏 好黑暗 好黑暗 他有直接 很常碰到这种状况 也是跟他在家里 可能看电视看一看 也是突然吵架了喔 可能看剧情什么 讲一讲 突然吵架了喔 他就不爽 他就不讲话 我说你在气什么 你要不要讲完 我们两个知道讨论完 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解决 然后他就说没办法 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跟你 你在同一个空间里待着 对 他就走了 就出去 然后出去又是人消失 联络不到 然后可能 他真的会那种 就是可能消失个两三天以后 那么久 真的 真的 然后 对 我刚才的 我就是罗旗的污城 对 那个是一个套路 他已经有实现了 假装生气 假装生气 无中生有的才生气 时间到 不要理你了 对 没错 他为什么也都不回 因为他也不知道在气什么 对 那我不会他惹 所以他不是一个 喜欢冷战的人是不是 对 我上课主题了是不是 他就去腿的主题 很棒的一个模式 对 我也不要乱学 因为你都想清楚 然后回来都是装没事 这种最伤 因为你根本没有把问题沟通开 对 所以我就说他好喜欢冷战 然后到后面我就觉得说算了 他不是冷战是消失 大概都是小事 他就是不想吵 我过了就过了 我就不会再拿出来吵 那冷战派的呢 其实我跟我老公 我们两个刚生小孩 我第一次当妈妈 他也第一次当爸爸 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就是那个会很紧绷 他好像一点点不对劲 我就会很紧张 那有的时候可能我在洗澡 然后我听到我的宝宝在哭 我就会说他怎么了 然后就会一直呈现一个很慌张 你也太激动了吧 对 我真的会这样 然后小孩呢 对 然后变成是我老公就会 一直呈现一个压力紧绷的状态 对 然后有一次就是因为 通常比如说 那个奶粉 一定要刮瓶瓶 每一瓶 一瓶一瓶放 然后就刚好那么一次 我就看到他 没有刮瓶瓶 他就拿上来直接放 然后我就说 不行啊 你要刮瓶瓶 他就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因为他刮的是圆弧状 就是那个圆边 他说这样已经是刮了 我说他这边不是有一个一条线的 你要刮的是这个瓶瓶 他就说这样已经是可以的 我说不可以 你每多一点 那累积起来不是多超多 然后我就超生气 我就立刻走出去外面 然后我就站在那边 我说我说不想讲话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不是啊 这东西一样的 不然你下次怎么样跟我讲 然后我就说我不想讲话 因为我真的当下 真的只想要冷静 就是你先让我安静 真的 想先放下 因为我真的觉得 有些时候不小心 就会讲出一些 真的很难听的话 还有我很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通常我们人跟人沟通 操也是一种讲啊 但是操是会有语气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很重的话 对 但是你明明就是要说话 也听得懂 除非你听不懂 听不懂用吵的还是听不懂啊 可是热吵的情况下 就是大家只会听到互相的情绪 对 我现在只是比较关心 你后来孩子有喝到奶吗 有 孩子后来自己爬去 然后滑 妈妈 妈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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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多喝一点我也OK 对 多喝一点我也OK 对 我饿了 没关系 妈妈气到我很会累累 真的 对 然后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我很感谢张杰 她就是一个也是很细腻的人 她后来她愿意说出来 她说其实 因为这个小事情 她才跟我讲说 其实之前累积的 包括可能只要她一哭 我就会说她怎么了 或者是她只有一点声音 我就说你是不是没有怎么样 然后她说其实我压力好大 对 然后我也很感谢她跟我说 所以至少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互相沟通的一种方法 那你是喜欢当面讲 还是你喜欢她比如说写字眼这样子 因为是我喜欢的人 但她是喜欢把事情讲清楚 但她也不会吵 她会先给我空间想清楚 然后等到我好像心情好一点点 她就会说老婆我刚刚她会先说 我可能刚刚是不是做错了 或我语气不好 那我想要好好跟你聊 对 她是会这样 对 但是我个人呢 觉得最有用的方法呢 应该是三 不意把东西放得很大声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就是很想冷静 可是我又不知道 这个出发的情绪要干嘛 我就会开始疯狂打扫 我就会拿扫把拿扫 然后看很用力地刷 或者是坐很大声 关马桶一下 就是很大声地一直刷刷刷 可是其实这个状况 底下是因为一部分 我个人比较喜欢干净 另外一部分 是因为我做完这件事情 看到厕所变干净了 然后厨房变干净了 我心情也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她再过来跟我讲什么事情 我都觉得很OK 那你下个吵架的时候 可以来我家吗 你会不会找个打扫阿姨 不要 主兄 我选一 把对方当空气人不存在 对 就是说我要三十岁以前 我应该是坐在那边 就是有什么事情都要先吵过 但是吵太久就觉得说 应该要冷静一下子 所以每次有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前几天而已 OK 然后我刚好想到 我隔一天是没有工作的 然后对方也没有工作 我就想说 那我们要去海边玩 她说她跟朋友 约了要去海边玩 那一起啊 一起去啊 没有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她没有跟我说 她要跟她朋友去玩 是等到我问了 她再说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那我就不爽了 我就很生气了 我就觉得说是 我今天如果不开口问她 她不会跟我讲 她那个朋友 是不是很喜欢骑U bike 对 总之我就生气了 我就生气 但我不想要那个 我不想要吵架 所以我就把她当空气人 那结果在整个晚餐的过程当中 我就当作她不存在 后来她就跟我撒娇 就跟我讲说 下次她会注意的 那隔天她还在海边 还是 可是我要跟她提醒她说 下次不要这样 一个尊重的问题 对 尊重 罗哥你觉得这五样 你觉得哪一个冷战 让人最受不了 假装离家出走 对 假装最少 我刚刚就假装离家出走了 没有用 把你当空气人 几天还OK 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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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家大 各位不要忘记 她是结婚三十年 这次好不容易换来得一点自由 对 仙女妞妞要您直达顺畅 勇德生技高鲜有效 邀您贡赏今晚开赞吧 我们这个还有排行榜 它的比例有多高 对我们来揭晓一下 刚刚就是那个冷度 到底有几颗星 好的 那前面提到 对就是 比如说各种假装的部分 其实只有一颗星而已 然后再来呢 是以读不回拒绝沟通 然后还有各种哭 那刚刚芝芝提到的就是 故意把东西这样摔得很大声 很大力要摔 要刷马桶的话呢 是来到了四颗星 至于把对方当空气人 不存在的话呢 是高居六颗星 所以恭喜两位 都是冷战高手来的 冷战高手好小 好小 地名啊 我发现其实先冷战一下 我觉得那已经是暴力了 我觉得冷战跟冷静不一样 冷战是你在站 冷静是OK 我们冷静 互相冷静 我们互相冷静 OK 你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 但是冷战是NO 我就要弄你 我要我的战斗力来弄你 那一样是伤害 OK 今天我就成为一个专家了 真的 真的 你可以先回家了 谢谢你 谢谢 那我认同他的冷静 不是冷静就冷静 不是冷战 冷静 那当然我们现在 就要请专家海苔熊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好了 做一个这个简单的测验 谁的脾气最差呢 那我们从这张图当中 就可以看出说 你通常是怎样生气 因为每个人生气的方式 跟频率不一样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张图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提琴 对 你觉得它是下面的哪一种 你觉得是什么 有什么答案 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 这个小孩觉得很烦 不想练小提琴 第二个是 他觉得拉不出自己想要的声音 第三个是 想着等一下要吃的东西 最后一个是 担心如果不练琴会被骂 好的 请举牌 2 2 1 3 2 4 1 都有 都有 好 那我先讲小禅姐 小禅姐刚讲起来 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属于 冷静的那种路线 对不对 好 大家都不要被小禅姐给骗了 这个选三的 要想着等一下要吃的东西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一张图里面没有吃的东西 对 它想的东西完全跟图片无关 想说要吃什么 然后他练的过程 就会比较开心 好 什么样的人 好 什么样的人 会想跟这个图片无关 我们称作闷骚醒 就其实你气在心 你不用做那个吧 你从我的服装就看得出来了 对不起 你这叫明骚 你的脱海骚 你的气也是会闷着 其实你内心很气 但你不会显现出来 因为你觉得显现出来 不会有好结果 所以你看起来只有10%的气 但实际上 你是表面上没事 心里很有意思 准 好像有一点 台胎熊 你自从我认识你到现在 最准的一次 谢谢 我觉得你算蛮好 就是你会自己去消化 对 用自己的方式消化 然后再来是什么 不要跟我热潮 因为我需要冷静 需要冷静 看一 这个觉得很烦 不想要练小提琴 Apple跟如枝 这种两个人 为什么做不同区 这是因为它虽然不同区 但是有一个同样的共同特征 什么特征 Apple跟如枝呢 就是平常死不死就会爆 爆米花 你这边会有个洞 那边有个洞 称作爆米花型 就是你每天都觉得烦 大小事你就会觉得烦 好 你烦烦 不管烦什么 那只是你显现的方式 是会讲出来 你显现的方式就去阳台 东西放了 对 但是显现方式不一样 可是它就是日常琢碎的事 那这样比较好吧 就不会有事情放在心里 所以如果你跟这种人在一起 就是你要习惯 你知道吗 他平均的人就是会爆 所以张杰跟你真的配得刚刚好 对 真的 然后再来是 选试有谁是选试 马哥 马哥选试 担心如果现在不练琴会被骂 这种人我们就说 有所谓的 請问有人骂你了吗 没有吧 你还没 什么都没看到他担心被骂 送人呢 就是红紫蛋的类型 平常不抱则已 一抱就会波及到全部的人 是 我跟你讲 你完全正确 但我跟你讲 因为我今天有在上一个 那个ISOP就是探索自己 未知的自己 我这种人是属于取悦型 就是我会不断的就是 依我的个性 就是喜欢喜事宁人 大家都开心 不要有事情 有吵架 马上解决掉 OK 没事就好 很多事情我就说 好 我不懂得拒绝 所以很多时候 不小心的累积在心里面 其实是很怕对方生气 没有 我觉得是因为 你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也蛮高的 所以你会很容易 会对自己要求严格 然后一个 你自己不满意 你就会 所以其实这种人 他就是平常 就有在除续的习惯 除续久了之后 就会一次爆炸 就会爆很多 然后可能会波及到非常多人 不是只有你老婆 也可能就是小组的成员 说你看 你老婆那些说你有爆炸 你有在我们小组是不是 你那么清楚 而且那个会力滚力 对 会滚越多 但是 其实刚刚小贞姐讲说 要求自己最高的人 都不是刚刚已经出现的人 而是最后这一个 两位 真正做我要求高的人 拉不出自己想要的声音 因为他遮住他的耳朵 他遮住耳朵 我们看到他说 觉得拉不出自己想要的声音 这重点在哪里 有自己想要的声音 这种人通常给自己用标准 然后这个标准如果没有达到 他就会非常生气 那这种我们说自攻 自攻 我们是要练神功 自虐 因为 气的点通常都不在别人身上 可能就气自己说 为什么当初不直接怎样 我如果怎样怎样 就如了 其实那个气混杂 很多复杂的部分在里面 那这种人就是 你很容易生气的是 有一件事情跟你想象不一样 或没有达到自己的那种标准 很爱你去设定场 累不累 会先想好说 你不是应该明天要陪我吗 本来是要陪我 怎么没有呢 真的 真的 这种人是不是会比较容易 喂食到力流 就 而且加上生气的时候 可能又喝咖啡跟吃点 咖啡甜的 不错 吃太多了 喂食到力流了 所以比较多的时候 所以比较多的时候是 气自己更多 海台湘今天不错耶 今天不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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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那你有没有不小心 讲过哪一句话 让大嫂暴怒的吗 就是踩到他 他的点 你不要说他胖就好了 你每次都在讲他 他现在幸福肥 但他会建议你 比如说在节目上面 这样讲吗 不会耶 纵使看到他也会觉得很开心 而且我又不是讲他什么坏话 其实有提到都是在乎了 真的啊 太太我爱你 求生意志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无时无刻地想到他 太太最棒 如果再看一下这个网友 还有没有为了这个吵架 再生气 然后绝对不能说的哪一些话 真的 这个蛮重要的 我们根据这个趋势民调大数据 有调查 吵架的时候听到这句话 你绝对会理智线断掉 总共有五个排名 包括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幼稚 你可以成熟一点吗 再来是他批评就是对方的外表 或是批评他的身材 还有那个随随随都比你好多了 那个随随随都不会怎么样 好 再来第二名就是开始翻旧账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对我 你以前都会怎样怎样的对我 第一名 我随便你 无所谓 你是随便你 随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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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第一个 随便 无所谓 我还都有 都有 都会暴雷 都会暴雷 暴雷难度 没有 还好 因为时已慢慢成熟 他说我无所谓随便你 我就好啊 但我个人有一些地雷区 就是我有一次是我太太她感冒 那天她早上起来就有点发烧 一点点发烧 但对我来讲发烧 我觉得照顾太太是理所当然 所以就量体温 要注意一下 多喝水 让她休息 下午看电影 那天是家人 下午看电影 嘻嘻哈哈哈哈 然后带我小孩子玩玩 都没有问题 就晚上 我明明的节目就知道 我要跟那个 我们当中有个朋友 我要跟他们约约在一个雪茄爸 我要去找他们谈事情 已经讲好了 但我的节目是我老婆写的 所以她也清楚知道我要出去 是 就到八点半 我自己就进房间换衣服 我就说我要出去了 就在沙巴那边就传来一句话 她说 你都是做给人家看的 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是做给人家看的 她说你关心我吗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就做给人家看的 然后我就抱了 因为我太太有时候她讲话 不经大脑就说出一些话 会激怒你 例如说 你读什么圣经讲 你在假基督徒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真的不小心的 她只是 她只是想要反击我吧 但对我来讲很刺耳 我就觉得你不在乎 其实因为我一整天 我都在用我的方法在关心你 可是被你这么一讲 只是因为我要出去 好像抵消了一整天的努力 对 我就觉得你干嘛这样 你为什么生病 而且你没有事 整个下午你都开心 我就抱了 但是我也有说话 弄抱她的时候 那我老婆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她很会安排事情 那我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就像艺术家个性 你问我说 Apple问我说 小白你今天有没有事情 我说我今天有事 我今天要上一个通告 我就觉得我今天有事 全天 可是一个通告 顶多三个小时 可是我就觉得我今天有事 那我太太觉得说 你太浪费时间 我说没有啊我今天有事 她说不行 我帮你安排 她就帮我安排 我的计划 那日子久了 结婚久了 我已经习以为常 就是帮我安排 今天你可以去做脸 你可以去健身 你可以跟谁跟谁碰面 你可以去谈个事情 我跟你讲 我从以前很浪漫的生活 变成每一天 计划打开来 而且闹钟都给我订好 有一天我就回去说 你可以让我休息一下 我已经累成这样 你还叫我去健身两个小时 你是演示吗 我说我累得要 真的好像那个小朋友 不去练情会被骂的感觉 但身为东旭 现在最红健身房的代言人 是 我也谢谢他 然后呢 然后我就 我就讲一句话 我说你这个 控制狂 我跟你讲 那不是核弹可以解决的事 我是没有看过什么 世界末日 彗星撞地球 大概就那个感觉 就啪 然后我就检讨我自己 后来就问牧师 然后我说牧师 我真的解决不了这问题 然后牧师想说 你们两个一起来 我就找牧师 牧师讲说 听过来说什么 小米 你是又是很会管理实际的人 你为什么不就承认 你自己是个控制狂呢 又爆 他说因为你把家里面的事情 你先生的东西 当作公事在办 他是个人 他当然会受不了 但是可能对你来讲 那是安全感 所以你就在控制 例如说你控制员工 控制什么什么 你是习惯性的 可是当你愿意承认 你是个控制狂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怒 后来我太太我在跟她讲 控制狂的时候 天哪 失去这个力量了 对 我就让我控制 對... 我说你这个控制狂 对啊 她是说 我再帮你加两千 明天再帮你加一小 再帮你加一小 再帮你加一小一点 你还有两个小时 你要去跟谁谁谁讲 好 我认了 太太优秀 娶到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对 还可以帮你 我们每个人都在抢着 下辈子要娶她老婆 真的喔 老婆真的很棒啊 对啊 你们可不可以安慰一下 有没有人下辈子要嫁给我 我安慰 你会想这样好吗 你安慰我一下吧 帮你处理好这么多好事情 然后还陪你睡觉 喂 多好啊 其实我到现在 我就真的谢谢她 因为我后来看了 我一年当中能够办的事情 比以前多太多了 真的 我以前太浪费时间了 Apple咧 有什么另外一半讲什么话 要让你瞬间爆吗 我的话 我是另一半如果讲这个 我就会爆炸 这是我的点 就是爱比较这样 我妈跟前女友都会这样管我 对 我妈跟前女友都不会这样管我 就是这不行 我之前就要跟我說 她要去前櫃唱歌 SOGO前櫃 然后就说好 那你大概几点回来 然后她就说 大概差不多11点吧 因为她们很早就开始唱了 可能那种6点7点就开始唱了 然后等到11点呢 人没有回来 我就想说好 那我也不要打电话一直call她 因为这样她压力会很大 等到12点 也还是没有回来 然后也没有讯息 也没有电话 我就打电话过去了 没有接 然后就传讯息说 你唱完了吗 不是说11点要回来吗 然后她差不多隔了半小时以后 她就跟我说她还在唱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那你们现在在哪 要不要 我想说她有喝醉 我说要不要我会去接你 对 接你什么的 她就说好啊 你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来接我 我在西门前櫃 然后我就说 对 我就回她 不是在SOGO前櫃吗 她说SOGO前櫃我们唱完啦 然后我有另一趟朋友 在西门前櫃 所以我现在人在西门前櫃 尋回演唱喔 真的耶 尋回演唱 你再不打给她 她可能就在高雄前櫃 对 一换地方好多抓 但这样是值得生气的吧 我就不开心了 我就说 为什么你转一个点 你没有告诉我 然后他就讲说 就我一样也是在唱歌啊 转个点一定要讲嘛 我就说不是啊 那这样我就很没安全感啊 那我怎么知道 你下一次跟我讲 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你人 又在别的地方 然后他就说 有那么严重吗 他就说你这样子 我妈都不会管我人在哪 我前女儿也不会这样子 一直要问我 那一个 关键 他就说你这样 是怎样 你有控制过吗 他就严重了 他就来啊 他就回他 是 没有 我就说我没有 我就说是因为 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 所以我就会不开心 如果他今天唱一唱 然后告诉你说 宝贝我们要转点去西门前�楼 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好啊 那大概几点 对 你不会说不行 你干嘛转点 你为什么不去好乐迪 对 他的理由就是说 他觉得没什么好讲的 他也懒得这样子传个讯息 或是拨个电话 有时候嗨的时候 确实是你如果传个简讯 你会怕他的回答很解嗨 那你就干脆不要传 对 而且他可能也会怕说 先下手我也讲就是 应该是 你要找的陈宇 应该是先斩后搜 先斩后搜 我就说 所以只有你有去接他吗 没有啊 所以你还是不喜欢他 他在打完电话之后 进包厢搜 耶 真的啊 他那天唱更晚 他好像三点多才回来 那你们隔天有大吵吗 有大吵啊 然后也有认真跟他讲 我不喜欢的点是哪些 还有最后跟他说 不喜欢 因为我自己也有把 女朋友的名字跟前女友 拿来开玩笑 好笑嘛 不好笑 不是 我这个玩笑不是我开的 是 刚好我这个女朋友 跟前女友的名字 有一个字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带我这个女朋友 去我朋友的餐厅用餐的时候 他们就叫错名字 你知道吗 就把我的女朋友 叫成前女友的名字 那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很紧张 然后我就看到 这样尴尬不行 因为我朋友也会很尴尬 我就 我就再用我前女友的名字 来开一个玩笑 我想说可以化解一下 没想到我开完之后 他更加生气了 你有欠揍 没有 你觉得很 你觉得你想要用幽默机制 去化解尴尬 因为我还没有开玩笑之前 就已经很尴尬了 我想说我可不可以 没想到开完玩笑我更尴尬 开完那个玩笑之后 他就立刻爆炸了 他就讲说 你如果那么喜欢他 你就去找他 这样 所以我就把他拉到一个小角落去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是真的喜欢他 真的喜欢你 那我现在喜欢你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 这样 那如果这个东西让你很神气 我会记得以后 不会再犯一样的错误这样 那我 改成前女友的名字 我知道 可以改成 对 前女友的名字 好自超生气 就每个女友都在样名字 总之我认真跟他讲完之后 我觉得他有感受到我的真心 后来这件事情就化解 但你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也会帮你跟他的前任比较 有 就是有一次 我们要出国玩的时候 他说我以前的 就是他的前男友很有钱 他们出国玩都搭商务场 他说他从来没有搭过经纪场 从来 这辈子 从来没有搭过经纪场 我当下不会生气 一点都不会 我就说那我们就没钱了 那我们就现在有经纪场 就不错了 是不是 出去玩比较开心 比较重要 就是以后我乐偷重楼 我飞机都买给你这样 我刚才讲 连戴志云都坐经纪舱了 对 我没有想到这个 那就是另外一半有讲过什么 让你生气了 我这个是以前的某一个男朋友 他就是会直接讲那种 各种数落你的话 会直接就是当着你的面说 你是猪吗 你是白痴吗 然后他讲这个话的同时 他还会搭上说 我以前女朋友都不会这样 所以你是猪吗 我以前女朋友怎样怎样 你是白痴吗 甚至他可能跟着你逛街逛一逛 他就会看着服饰店的衣服 就说 我前女友都会这样穿 有没有要这么念念不忘 他发火到有时候 就是可能我做这件事情 同一件事情 然后比方说假装我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上次明明就没有生气 那我这次就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他就会突然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上次这样子 你就没有生气 他就说 上次上次 这是这是 他是一个纯精病的状态 他就是无 他就是无时无刻都是用一种 超级 高标准检视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体重就一直下降 一直下降 压力太大 就是即使我有正常吃东西 真的 他可以来我们健身房上班吗 对 我就要先帮别人收下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好像 给他就是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那个男朋友到后来 是会先推你 推到后来是直接就是把我用拉的 就是这很夸张是拖醒我的那种 然后甚至还有曾经把我拖醒 拖到门口 然后把我就是我光着起来 要把我推出门 然后直接让我自己就是 就是也没有钱 然后我是就是招了计程车 然后后来去跟我家的管理人借钱 然后给计程车回家 我的妈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他经理本身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放任他这样做 他这样语言暴力 你还觉得说你是爱我的 对 就是可能当下的 我觉得是心理状态 自己也没有自信 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说 那我要做到更好 因为你一直觉得 我比你的权里面有不好 那我是不是想要 我就会想要更努力做得更好 这个时候都不成熟了 对 可是后来 因为灵魂不成熟 对 后来才听人家讲说 其实真正喜欢你的人 是喜欢原本的你 不是要把你变成另外一个 当然 对 然后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 其实就是我后来遇到张杰之后 我才发现 就是我做什么 他都觉得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好的 然后我在那边 就现在是换成他说 你是猪吗 张杰 你真的奶粉这样说 不会 平时 懂不懂 我没有这样子 我很感恩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可怕 就是一个成长 真的 不过大家都说夫妻吵架 床头吵 床尾和 吵架如果有一个沟通的结论 互相会更好成长 那就是一个好的沟通 现在也要请台台熊 来帮我们做个测验 就是在气扑扑的时候 生气时候 我们最吃哪一套 其实这很多动物身上 都有一些象征 那你可以想像说 你进入一座森林 可以带一只动物 跟它一起去探险 你会选哪一只动物 第一个是 诡计多端的小猴子 嘀嘀嘀嘀嘀 好像很开心这样的小猴子 然后第二个是 顺从中心的小狗 往往往在那边摇尾巴 会陪在你旁边的 第三个是 聪明有智慧的猫头鹰 会停在你肩膀上 然后跟你说 前面哪里有危险 就是很有智慧的猫头鹰 最后一个是 俊美威风的白马 虽然它看起来有点愚蠢 但是想像它是一只 俊美的白马 就其实它们很威风的 想一下 如果只能选一只 不可以都选 你会选哪一个 请取牌 3 2 2 我也是2 2 3 2 1没有人选 1人4没人选 从这里可以知道 有件事我们先看1 1是什么呢 就是属于小丑型 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选1的话 表示说 你可能人家跟你道个歉 然后就是那个 他可能不一定要道歉 他只要就是像猴子一样 在那边开个玩笑 那就可以了 可见在场的来宾是 你们生气的时候 如果对方越跟你开玩笑 我会炸掉 对 你会越生气 我真的会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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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卖炸 有人是属于这种 就是哈哈笑一笑就可以过 不行 但是如果你是选这个 可能就是你会比较喜欢 对方把这个情境变得不尴尬 然后四也没人选 四就是冲 四在这 四在这边 据美威风的白马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我们是属于爱面子型 就是你会希望别人 像是你可以骑在马上面 然后都可以看到 做给别人看 对 喂 喂 我就是做给别人看 你房间也是有睡觉的 吵架的时候 你会希望对方 会给你抬接下 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那比较多人选的是 三跟二 三跟二 我们先看三好 二比较多了 聪明有智慧的猫 卷三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们是可以讲人话的类型 对 就是属于理性讨论的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讲开 不要在那边藏在心里 尤其有一种叫做被动攻击 就是去阳台抽烟 去阳台 就不要讲话 就是那边冷静的 你就受不了 为什么不能好好沟通 是 为什么不能讨论呢 所以你觉得理性讨论 你其实就可以消气 所以你是需要好好讨论的类型 再来最后一个是选二 蛮多人选二 对 这么多人选二 这就属于抖M的情形 抖M 就是说认错行 不是说你抖M吗 就对方 你会希望对方就是来跟你认错道歉 然后他不论用任何方式 让你觉得说 好啦 他有就是诚心诚意的道歉 你就OK了 对 所以其实你会希望他对方 像是一只狗 像小狗一样 在旁边就是跟你 对不起 然后你就OK 其实我很简单 我就是老婆说一声对不起 那可能就他以前从好到到他的家庭的关系 或什么 他不太会说对不起 他可能会用别的方法来表达他的错 例如说 可能安排一个什么旅游 或是送你一个礼物 他会认为那就是他的sorry 可是我是听觉醒的 我是要你对着我说sorry 所以呢 有一次是我跟我太太有一些纷争 然后呢 我就觉得我永远得不到我太太一句道歉 那那次的纷争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我去工作 我去电台工作 那电台工作的时候 我是Live的节目 我是手机关静音 我不会开机 回来的时候 再回来之前 我太太有交代我说 你下午的时候要把一盒水饺 找人家送去给我岳母 我就进来之后呢 我就先叫LaLaMove 就说你帮我把水饺送去给哪个哪个地址 我就处理完了 我就回到家了 我就下地下室画画 那画画的时候 我就进入到我自己很安静的时刻 我也没有去注意手机 手机也就是静音 那我以前就跟他沟通 我就说太太 如果你有时候找我在地下室 麻烦请你打电话 我会去注意嘛 手机就在旁边 就他没有 他就是简讯 简讯 简讯 然后呢 一直到我两三个小时过去的时候 我在看简讯的时候 一堆已经到他发怒了 就是已经歇斯底在骂我 骂到那种就是说 你就不理我 你是什么东西 你去哪里什么 然后讲说我叫你交办事 你又没有做 你到底在 你有没有关心我啊 反正就极度的想要把我惹怒 我就打电话 我说你是有事吗 我回家的时候 就已经叫LaLaMove 把水饺先送过去 我就去画画 我哪里都没有去 你要送回水饺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先问妈妈 你问妈妈说 妈 那个水饺有没有到 你不是不问妈妈 一直问我说 你没有送 就LaLaMove把水饺吃掉了 没有什么 因为水饺没煮 对 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 你莫名其妙 那我认为他只是 找不到我再发情 直到后来已经失去理智 没有打电话去确认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这次真的是惹怒我 我就不理他 那次很妙 突然间我的那个手机简讯 群组简讯来 朋友喔 说对不起 蛤 我说蛤 为什么你跟我说对不起 然后我就问说 你怎么了吗 我怎么了吗 也不回我 主修也来了 对不起 后来我才最后收到 我太太跟我说 她说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对不起 这次我觉得我错了 所以她在我的朋友圈 跟大家讲说她对不起 她做错了 叫所有人跟我讲对不起 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个对不起 你可以气我三年 没问题 ok 没事 所以我听到对不起这个事情 我就是马上全消 因为我只是要一个 道歉 要一个道歉 我觉得夫妻吵架没关系 先学 先会道歉的人 是最有勇气 对 先学会饶恕的人 是最有智慧的人 对 但是我觉得像热草型 这一定炒出会没有什么好话 那冷战型跟着你这样 冷的这样对战 其实对双方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一段关系的好坏 是取决于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回应 对 就会处于后面 你的关系会好还是坏 所以今天应该是 热草要变成是温补 温补 冷战要变成冷静 对 好耶 关家 关家 再也没有金钟奖 再多 你那么在意那个 还好啦 其实 真的还好 今天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到我们的粉丝官方留言 还有什么样的意见 都可以留给我们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恭喜那位 谢谢 谢谢 大家可以谢谢 谢谢